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中国有一则有趣的新闻值得谈一谈 这就是中国环保部的高官怒对地方官员 说地方官员对中央搞高级黑 12月28日环保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会上环保部的官员对地方官员大喊说 他说地方政府搞一刀窃停产停业 这是对环保监督的高级黑 中国高官公开的那么很生气 说地方政府对我们中央搞高级黑 这个还是第一次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了 不过我们在谈这个新闻之前 先回应一些网友的问题 昨天我们谈了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网上传出习近平和曾庆红手拉手的照片 这个话题谈了之后 就是有些网站就传出来独家新闻 说是这张照片是合成的 他还举出了这个照片合成的几个疑点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网站 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这些疑点 其实都是来自这个照片本身不清晰的部分 或者说有一些变形的部分 这些分析其实就是近似于捕风捉影了 因为网络上传的照片 都是不是太清晰的 而且这张照片它是用手机拍的 变形也比较大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 这个照片是合成的证据 其实我们从逻辑分析来看的话 这张照片它也不可能是伪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这样逻辑推理一下 第一点 这张照片是从中国大陆网站传出来的 并不是由港台或者海外媒体首发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第二点 既然这张照片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站首发的 而且中国的网警它的技术是非常高的 是谁在网上首发的这张照片呢 中国的网警很快就能查出来的 第三点 在中国如果有人胆敢合成最高领导人的照片 那肯定是非常重的一个重罪了 那你是非坐牢不可的了 而且你还不能申请政治庇护 因为伪造合成别人的照片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了 第四点 伪造这张照片的动机是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如果有人冒着坐牢的危险 他伪造这张照片再传到网上来 那么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显然冒这么巨大的风险来伪造照片的作案动机啊 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既然没有这个作案动机的话 那么伪造照片的事情啊 也就是应该不存在的嘛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 他说12月25日晚上习近平肚子疼 所以他住到了北京三菱医院 这个过程呢就被人看见了 发到网上了 对这样的消息啊 如果是一个对中国政治比较熟悉的人 一看就是假新闻 第一点 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他如果进入三菱医院 他是有一个特别通道的 他是不会跟一般人接触的 所以呢一般人你根本看不到习近平住到三菱医院里面去 第二点呢就退一万步说 就算偶然习近平被人家看到住到三菱医院里面 那你也只能说我看到习近平住进了三菱医院 你不可能知道习近平是因为肚子疼住院的 因为中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这是最高的国家机密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肚子疼这样的具体病情的 说了上面的网友的一些疑问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今天的主要话题 就是中国的高官怒对地方官员对他搞高级黑 这个新闻啊来历是这样的 昨天也就是2017年12月28日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 他在这个环保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了这样的话 刘长根说 确实存在个别地方 尤其是个别基层党委政府 由于担心督察问责不分青红皂白 采取紧急停产停业等简单粗暴方式 应对督察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这是对中央环保督察的高级黑 环保部的高官指责地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不分青红皂白的紧急停业停产给人民群众带来不方便 这也就是说环保部门的高官 他把现在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推到地方政府上了 还给地方政府扣了一个帽子叫做高级黑 好像是这个地方政府故意他要跟环保部门作对似的 平心而论 这次是地方政府他被冤枉了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官员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中国这样的一党独裁的体制 他只能搞这种简单粗暴的统治方式 他是不可能搞那个精细化人性化的统治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不单单是那些官员的贪污腐败的问题了 我们就算是每个官员他都是两袖清风的清官 他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简单粗暴的统治方式 我们就拿这个环境问题为例吧 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这么厉害的环境污染问题呢 这就是跟中国政府以前的这个产业政策有关 过去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发展是硬道理了 GDP第一 所以呢中央政府他首先制定一个GDP的任务指标 今年GDP要达到8% 那么中央啊就把这个GDP要达到8%的任务 就下发到每个省里 于是呢每个省政府啊 他又把这个任务下达到每个市里去 说是今年我们的GDP要达到9% 为什么省政府对市政府他下大的这个GDP目标他要增加一个百分点从8%增到9%呢 因为如果你中央的任务指标是8%你的完成的任务正好也是8% 那个呢你就不是超额完成任务就算是表现不太好 中央呢也不会太满意了 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央要GDP8% 我们省啊超额完成任务我们达到GDP9% 这样呢中央才能比较满意 同样的道理市政府啊他接到省政府这个9%的GDP的任务指标之后 他又向各个县又发任务了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GDP任务是10% 市政府啊他对这个县政府的这个GDP指标他又加码1% 这样啊从9%又升到10% 这样呢他才能保证我们可以超额完成任务让上级满意 所以这样子呢GDP的指标叫做层层加码 你最后落实到地方啊就让那些地方官可以说苦不堪言啊 就算你地方官是一个清官你不贪不服 他也必须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吧 上级给他下达一个10%这么高的GDP指标 那他怎么完成呢 他只能是加大这个招商引资了 不管什么样的企业我们都要 不管你污染不污染 只要你能开工创造GDP 那就我就可以完成上级的任务了 所以呢在这种GDP第一的情况下 就算你地方官他不贪污他不腐败 他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 必然他会出现不管环境污染 他只管生产只管GDP的问题 现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之后呢 中央的政策他又变了 又变成环保的指标第一 我们要治理雾霾 这个PM2.5啊 他又成了首要任务了 打个比方 现在比如说啊 中央他下达指标 要求PM2.5 他要求是小于300 那么这个中央的指标下达省政府呢 省政府他为了超合完成任务嘛 他就对这个市政府 他又下达了一个加码的任务 就说要求PM2.5啊 小于200 市政府啊 他又对于县政府有任务加码 要求PM2.5小于100 这样就叫层层加码 所以到了最后 地方官没有办法 他只好一刀切 把所有的企业都停产停业 这样呢 你才能满足上级下达这个环保任务了 或许啊 中央当初下达的指标 他并不是那么高 可是你这个任务指标 经过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之后 就一级一级被加码 到了那个基层啊 他就可能变成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了 当年亩产十万斤粮 他也是这么来的嘛 中央的指标是亩产五百斤 到了省里 他就被加码变成亩产一千斤 到了市里 他又被加码变成亩产两千斤 到了县里 又加码就成了亩产五千斤 到了村里 就变成亩产一万斤了 所以说呢 这样子所谓叫做成层加码 这就是中国独裁体制的一个最大的弊病之一 因为你下级只有超额完成上级的任务 你才能让上级领导满意嘛 所以你下级对上级领导的任务 必然他要来个成层加码 那么怎么样才能克服这样的弊病呢 唯一的解决办法 其实还是采用民主选举的体制 就是让这个政府官员改变思想 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让选民满意 而不是为了让上级满意 对于一个民选政府的官员来说 他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经济环境各方面都搞好 老百姓满意了就可以了 他并不需要一个什么很具体的指标 因为老百姓的选票就是最具体的指标了 只要老百姓满意 你下次就还可以当选 可是中国的这个一党独裁的体制啊 老百姓他是不是满意 上级他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嘛 因为中国也没有新闻自由了 你老百姓满意也好 不满意也好 上级你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如果你上级是听下级官员的汇报 那每个官都说我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非常满意了 所以说中国这种一党这个独裁的体制啊 他对官员政绩的好坏啊 你就没有办法用老百姓是不是满意 这么一个指标来衡量 那么官员他政绩 你用什么一个指标来衡量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中央政府他只能拿出一个什么很具体的指标 什么任务来作为这个官员政绩的一个衡量标准 官员啊 他为了让上级满意 他又必须超额完成 就是上级的这个指标 这就造成要层层加码 到了最后到了下面 只能搞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在大跃进之后 当时候很多人啊就反省啊 为什么会出现母产十万斤 这么一个荒唐的事情 有不少人反省就说啊 母产十万斤粮啊 这个都是被上级给逼出来的 这句话其实他说出了中国这个体制的弊病的核心了 有人说中共这种独裁体制 他效率高 他更有就是对发展经济是更有利的 这种论调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了 因为我们看这一次 中国的高官自己都埋怨 地方官员对他们中央是搞高级黑 你就可以知道 中国这个独裁体制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你要搞好经济社会环境 等等各个问题吧 你除了走民选这个制度的道路之外 很难看到其他方面 还有什么希望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